在大圖輸出機之前 第一個要點 一定要跟老師講 才能輸出喔 如果沒有這樣子做 老師會懲罰 千萬不能關機 它會自動休眠 休眠了之後 它會去清墨水頭 所以不要關機 好 我們先來講 這邊設定的問題 好 直接看這個螢幕 螢幕來 同學 千萬不要插這個隨身碟 不要用隨身碟 我們應該用電腦輸出 好 紙張 不要亂換紙張 如果有需求 先跟老師講 老師幫你換 好 紙張不要印單張紙啦 如果有特殊需求 再來跟老師講 只是這邊齁 在那個連線的時候 有時候你那個電腦端沒有辦法找到 這一台列表機 就是連線 這裡一定要先按 把這一串數字記起來 172.18.11.245 好 同學 現在我們要 讓這個電腦跟那一邊連線 好 我們這裡要先點這個 這裡有一個設定 設定完了之後 來 這邊有個裝置 印表機 這裡有一個印表機與掃描器 好 我們來看 我們這一台齁 你可以看 這個叫Z6 有沒有 它是離線的 正常來講 它不會出現這兩個字 如果這個時候就是 我們的ID已經跑掉了齁 所以我們從管理這邊打開 管理這邊有一個印表機內容 好 印表機內容好了之後 來 這裡有一個連接簿 好 剛才我們不是有記一串數字嗎 好 要把這一串數字新增一個連接簿 好 這個要用那個ID喔 好 這邊 第三個 新增連接簿 好 下一步 剛才是172.18.11.245 好 下一步 完成 好 完成 OK 再關閉 好 套用 套用一下 確定 有沒有 套用了之後 你可以看 它這裡就出現了 這台列表機了 就表示我們已經連線到了齁 好 這個時候確定 好了 然後搬一張 所以你現在 注意看 喔 我一樣把這裙型了一次 剛才那個 印表機 印表機 Same 好了 之後 我們現在來 讲 你要印东西 特别注意 第一个 我们的纸张的宽度是 那个是90 所以你不能 比90大 还有你如果 在印东西的时候 请你特别注意一下 比如你要印这样子 长条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把 你的档案设定成 比如我像这样子 等一下 记住我们的纸张要节省 比如 你要印一个长条的东西 等一下 你不要 比如这样子 放可以放得下去 你不要把它放成这样子 它印出来 这边都是浪费掉的 最好很多人要印的话 也可以用先拼板 把它拼在一起 所以要先拼板 好 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如果只是很简单的 想要印这样子的话 好 所以我这里档案 我就是设定 宽90 记住 我们的纸张是宽90 还有一种纸张是宽60 依照你的需求 可是千万不要去换纸张 需要的话 需要的话再跟老师讲 好 我们现在要来列印了 来特别注意 我们要印这个东西 好 一样 我们按列印 好 列印这边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 正常来讲 我们这台列表机 设定的都是 我们这里有一台雷射列表机 雷射列表机最大只能印到A3 所以我们这个大图输出 我们就要改成这个Z6 Z6 Z6好了之后 好 这有一个设定 要按设定继续 好 好 这有一个喜好设定 好 喜好设定 第一个 先把纸张来源改成这个卷筒纸 再来尺寸 要特别注意一下 尺寸要改 可是他这很奇怪 他没有办法修改别人的 他只能再制定一个 建立一个 好 建立一个 好 他这里很奇怪 正常来讲 这个纸张 这个叫宽度 这个叫高度 可是他这刚好相反 这边叫高度 这边叫宽度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来 所以你可以看 如果你设定 比如我这里 按照我的概念是 宽度是90公分 高度是12公分 可是你可以看 那这确定一直没有办法呈现 好 所以你这里就要改过来 120 好 90 好 这样子这里才有办法确定 好 因为他这是迷离 要特别注意 好 确定了之后 好 你这要改横印 记住 一定要改横印 好了 确定 其他的你都不用去调 其他你都不要去调 知道吗 好了 之后确定 你这边你可以看 他这里就会显示出 它排成这样子 好 好 这自动旋转 你就切着 它会自动旋转 好了 之后按列印 这样子档案就出去了 好 好 这样子就列印出来了 知道吗 好 所以同学 这个 了解了之后 其他的你都不用管他 如果遇到什么情况 再跟老师讲 还有 在列印之前 先跟老师讲 连你的图档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稍微看一下 再列印 还有 有时候 如果是整班要列印 你们也可以把它拼成很长 一起列印出来 也可以 好 OK 好